我们缝到这里 然后再把这个下面缝完 下面还有一个两个三个 这个缝的有点靠边了 这个到时候可能上斜的时候还会上掉 所以这个有点宽 所以在里面在缝小码的时候 这个最下面这个其实可以不缝 直接缝瘦子 但是你缝瘦子的时候也要找到中心点 好你看这下面三个缝完了 这缝完了下面不是要接着缝上面的这个吗 缝上面的这个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线长了 不要直接缝 要不然拉线太长 这个后面长线怎么长 看一下 就这样子 直接藏到这个蓝色里面 不要 不要全缝进去啊 缝一点点出来就行了 别缝到缝到正面去了 缝到正面去就可丑了 就这样 带个几针过来就行 从那个毛线须须上面拉过来 好就这样就可以了啊 然后剪掉 看一下啊 这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现在把这个上面这一圈缝缝了 下面就基本要缝完 你要缝这个上面 我们从 从这个点开始吧 找到这个 你看跟这个最下面这一个 或者你实在找不准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中心点这边 或者是这个地方也行 这个中心点这边也行 都可以啊 你找好自己相应的位置往这边缝 那我找这边啊 这边这个点 然后斜过来 这边是隔一针啊 这边下面是隔一针 记得刚一样啊 就是线头 加的时候 要长线 就这个线头要留一点出来 然后压线 压在这个 后面这边 一针 两针 一针 好 再斜下来 这个地方缝好了 我们现在把这边还三针缝掉 然后这个可以直接从这边缝过来 看一下啊 那我们这个就缝好了啊 你看 这个缝好了跟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一样的藏线啊 这样子 拉出来 你可以从长两道稍微结实一点 好 多出来然后剪掉就行了 你看后面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你看我们正面 正面跟这个是一样的 跟图纸上 就这个斜头这个地方 再说一遍啊 如果小马的话这个长度不够 你可以只缝这个袖子的瘦子 这个上面的两个点缀的就不要缝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缝竖子啊 缝竖子 这竖子怎么呢 然后我们还是也是一样的 找到中心点 你看 看啊 还是按照这个中心点 就11针这个 地方的中心点 然后朝上 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地方的中心点 然后我们如果不从这个中心点缝 你们可以往旁边一个 然后这个中心点到这个地方的距离是 12345 第6针上面缝 就这样子啊 你看 数这个 看得清楚吗 这样 12345 你看这个是 12345 就数这个啊 你看 12345 第6针上面缝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 12345 第6针在这 这个是第6针的正中心啊 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朝边上缝一针 因为这个是三针嘛 这个正中心在这 然后我们朝这个先缝 然后把这个三针缝过来 就这个地方啊 看一下 好呀 后面留点线啊 压线 这样 你看这个第一针缝好了 这个不是中心啊 这个是中心针的这个 就这个中心针的这个边上一针 然后我们现在缝这个中心针 就跟这个对子的 好 三针 这是第三针啊 你看这三针缝完 就这样子啊 就这个下面的这个三针 看 来先缝上面一个 这个上面就是一边多一针出来了 那我们就从这头开始缝 上一行啊 现在再上一行 然后再上一针 它在弄这个黄线的时候 不要弄特别长啊 大概省得拉开的距离就行了 线到时候不够 可以再补线 太长了的话会全勾在一起 不好弄 容易缠线 你看这边还再缝一针过来 那么第二行缝完 这个第二行缝完 现在缝第三行 一边多两针 你看一边多两针 再缝一针 1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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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7 9 8 8 9 9 这边也是缝两针过来的 你看这个第三行缝完了 第三行 接着缝第四行 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 按照这个上面缝 然后找这个上面的 就是找这个 我不能跟大家一起 把这个所谓的设置缝完 设置缝完的时间太长了 它就按照这个图纸上 你看三 上面是三针的 就三针 五针就五针 然后多少针 就按照这个图纸上数 我刚刚把这个缝完了 一二三四 你看一二三四 四排缝完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边边角角 我这边就带一个技巧 就是我这个线现在不够了 大家如果就是弄到线不太够的时候 我们不够了 我们不够了 感谢观看